每次说起和平的时候都离不开 鸽子及橄榄枝 这两个元素仿佛就是与和平分开不了关系 后来延续到有一个集合两个字母 D和N的和平象征 最后富有争议性的则是Vsign 其实这四个元素 为什么会变成后来我们惯用的和平象征呢 今天细三我们在你的碎片时间里头看传承下来的文化 今天我们来看为什么和平的象征是 鸽子感染之DN标志和Vsign呢 很早期的时候鸽子并不是和平的象征 而是爱情的使者 比如说在古代巴比伦 鸽子则是非常强大爱和欲之女神 伊斯塔身边的神鸟 在那个时候民间也把少女称为爱情之鸽 历史上的记录是在纪元初期的时候 鸽子被当作和平的象征 好比说圣经记录鸽子的记载 诺亚从方舟上放出一只鸽子 让他去探测洪水是否已经消退 上帝则让鸽子叼着一只橄榄枝回来诺亚方舟 表示了人间还有希望 另外还有新教徒卢卡斯在一本书中写道 耶稣祷告天门洞开 圣灵化成鸽子朝他飞了下来 对于爱好艺术的你呢 可能会有兴趣 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 法国伟大的画家 都乐的版图中 圣母玛利亚的头顶上面呢 是有一只圣灵化身的白鸽 对于爱好宗教研究的你呢 16世纪的宗教改革时期的绘画作品中 宗教改革之父 马丁露德头上常出现象征天命的鸽子 17世纪的战争结束后呢 鸽子再度充当和平使者 常出现的图案呢 则是鸽子叼着橄榄 从圣经中的含义 真正到了1950年11月 比加索随意挥笔画了一只鸽子 当时的诗人聂鲁达 将他称为和平鸽 从此以后就变成了和平的象征 那现代的和平标志其实是这个样子的 资料显示这是1958年 为了庆祝英国核武裁决运动 British 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 由设计师 Jarred Hompton 设计的标志 在标志中呢 设计师从信号量 Semaphore 中启发 Semaphore 呢 其实是一种由多线程 环境下使用的设施 标志中中间的数值线 是代表着字母D 而旁边的线条 则代表字母N 两个字母分别说明N D 也就是Nuclear Disarmament 核武裁决 无语停止核武 到最后的V sign 其实更为简单 在讲英文的地区更为能够理解 V其实是Victory的字母代表 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 则是美国前总统尼森总统呢 则在越南战争结束后 比起了V Win了Vietnam Victory的意思 但是大家要小心 如果反转手比起V的话 其实在部分地区则变成了相当讽刺的手势 要小心啦 好啦 谢谢你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 记得要留言给我们点个赞 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哦 记得也要追踪我们的YouTube频道 以及我们的Facebook专页 今天就谈到这里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每逢星期三期六 准时上载最新整理内容 为你准时送上你意想不到的小知识